川普抨击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以及抨击台湾不付保护费 台湾的政治领袖无人出来驳斥 是美国白宫他必须政党竞争要说 台湾其实交了很多的保护费 然后台湾内部就是有一些250多脑子进水的拖面自干 那我们愿意出更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呢 首先付多少跟付什么都不是由台湾决定的 就大概以为要只要付军费 不是啊 因为川普的发言更多是讲半导体 所以台积电要不要扩大设厂 台积电要不要扩大投资 要不要把更先进的制程都搬到美国去 二奈米一奈米通通都在美国 如果美国提要求民进党能够拒绝吗 不行 那除此之外呢就方方面面 比如说要不要买更多的波音 那么所谓的基改食品要进入台湾的校园 美国先前抱怨啊 说这违反着自由贸易 请问未来要不要开放 那请问美国的美债如果卖不动了 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要去买 那请问我们的退辅基金 要不要到美国去更大的投资 这是先前蓬佩奥所要求的 所以今天当川普他所谓的一个 Pay us for defense 它并不是单纯只是军费 而民进党以为只有军费 不是 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筹码 而都不是由台湾所决定的 而第二个层次 就即便我们付了钱 保单的内容是空的 就什么范围是他要保护的呢 什么范围是他可以承诺的 那请问海峡中线没有了 他要不要出手 请问大陆的海警 遇过我们所谓禁限制水域 他要不要出手 请问导弹从空中飞过 他要不要出手 反正到目前为止 是通通没出手 美国跟菲律宾 已经有共同防御条约了 菲律宾的海军特种部队 被大陆海警干掉了 美国都不出手 那请问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保单的内容才会生效 也是美国所说的算 第三 即便都是白纸黑字的军事采购契约 美国也是可以赖账的呀 对不对 就我们目前的军购 不仅是比其他国家还要来得贵 而且领告的还比别人慢 所有的军费 所有的军费 然后必须要等到2030年底 才能够缴交 那如果又延期了 不好意思 决定权也通通都是在美国 2030年底 依照某些估算 可能两岸账都已经打完了 而且我们所有对美军事采购的 种类项目 数量 金额 以及交货的时间 通通都是由美国决定的 这不是由台湾方面所说的算 第四 假定前面都没问题 但关键呢 台湾付得起吗 就即便只谈军事 国防预算要增加到GDP的5% 那就是1兆2000亿 即便只有3% 那也是7000亿 请问我们是删减社会福利呢 还是删减经济发展的支出呢 这些民进党通通都没告诉大家 即便通通都是靠交易 那么你认为台湾会有比大陆 更大的交易筹码 所以还在讲说 川普啊这个挺台的 行刑吧